行政院昨天拍板 开放加拿大全零牛进口即刻生效 表示开放将有助于台湾与国际关系 不过加拿大2021年才再度传出 有牛脂感染狂牛症 包括南韩、大陆和菲律宾 都陆续暂停了加牛进口 台湾却在此时奉宽进口 消息会就呼吁了消费者发起聚买 近日也将与相关的NGO团体 研议下一步的行动 行政院15号拍板开放加拿大全零牛进口 但2021年加拿大再传狂牛症 像是南韩大陆菲律宾都陆续暂停进口 台湾却反而放宽 消息会认为加拿大牛肉有安全疑虑 不该开放进口 一年多前还是有发生过狂牛 我们坚决反对开放 你身体不好我们要拉着 你都不敢吃 我买一定不买 太恐怖啊 加拿大牛肉进口原本只开放 30院龄以下的牛肉进口 国外实验有牛脂 吃带有狂牛症的牛脑后 6到18个月后 回肠末端淋巴组织 发现致病性浦温蛋白 不过却要等到32个月后 脑部才出现变性蛋白 虽然食药署长吴秀梅表示 头骨脑眼脊髓脚肉 及内脏六大高风险部位 人不得进口 但有专家提出示警 未来的研究如果证明说 非典型会传给人引起发病 这个风险苹果也要重新做 人体若吃尽狂牛肉 可能会罹患新型裤甲试症 会产生幻觉行动困难 致力衰退 甚至大多在发病后一年内死亡 新政院发言人林子仁表示 加拿大牛开放进口 有助于台湾与国际关系 但消息会发现 直到上个月至少进口 1500吨美猪 但市面上却查无美猪商品 担忧这次再放宽加拿大牛进口 会引发食安问题 政府每次都拿人民的健康跟食安为筹码 声称要交换国际关系 国际贸易 结果什么也没有换回来 外界更痛批国际参与 与食安是两回事 为何要用国际参与来牺牲食安 仅有莱猪查验一律 加拿大狂牛症安全一律 未历清 政府大内宣想谋取政治红利 却赔上国人健康风险 接着人民陈连安台被采访报道